大家好,我是铁蜂 一直以来都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营养菜 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更有营养 其实少盐少油的饮食方式也是很常见的 因为口味清淡 对于改善什么血压高的这些现象 血脂高这些现象都有帮助 所以饮食习惯很重要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是肉末冬瓜 首先冬瓜要去皮去籽 然后切片 冬瓜切完皮之后我们要上蒸锅 蒸锅过这段时间 我们备点小料 蒜切片 葱切末 冬瓜应该已经好了 关火啊 起锅的时候大家注意这里有水 我要尽量把它控出来 放一边 起锅烧油 爆锅 这个肉末用不了这么多 一半就行了 加一点料酒 加一点生抽 加一点蚝油 还应该再加一点糖 这料头炒好了 炒好之后干什么呢 把这个酱汁淋在我们的冬瓜上 再把这个小葱 葱末加上去点缀一番 这道肉末冬瓜就做好了 炒好之后 出汗是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方式 可您知道不同位置出汗 代表了我们身体里出现了哪些问题吗 就我这个鼻头经常的出汗 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 鼻头出汗 这叫什么 有这类问题的人真不少 代谢不畅的身体 长此以往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毒呢 沉积在关节里 关节就会疼痛 就是所谓的风湿病 对吧 沉积在我们的胃业 沉积在我们的肠业里 那我们的人体代谢系统就会有问题 甚至出现水肿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学会正确排汗 排出体内毒素吧 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大家好 我是王振华 今天给我们分享营养菜的 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中医营养师铁峰老师 观众朋友 大家好 铁峰 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主持健康服务节目28年 同时呢 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 那个两位老师 我现在就特别有个事儿挺着急 就是今天咱说该砸到的了 又摆在面上 对 我就等着您一说那天下 我就开始砸了 我一直拿着锤子等着 她现在天天跑着抽奖来 我跟她说 孟韩这事你先别着急 这样咱们一起先到健康社区里看一看 好吧 然后再砸那大银峰 你把唇线放下 嗯 行 来 看看啊 来 超市 嗯 你看这咱俩也吃饱喝糊了 嗯 哎呀 你说不应该陪我干点什么 嗯 是有个儿撑的 那那那你家的你说了算呗 那你说的是打麻将 差点 打不是 哼 别差日 那瞎象棋你也瞎不过我 哎呀 啥呀 人 我看着人家说呀 就是说现在 出汗好了 嗯 嗯 你懂我意思了 嗯 你还出汗呢 我跟你说现在物体还好 我现在我就坐这儿啊 我就现在就直冒汗的嘛 你能不能把你家那个空调给我打 这阳光系拿去了 省点电 你说你 你跟这空调什么关系打 打空调你还咋出汗呢 我看网上说我现在这这人哪 这每天运动出一身汗 那手上合格 明白吗 你人合了吗我 还运动出汗 我现在我跟你说你看我这坐着都出汗 还运动我可不运动呢 你咋叫我心呢你说 嗯 我现在天天出去运动 我在外边有一群头儿了 哎呀 你看这练着这腿的胳膊 你看这这 哎呀嘛跑步还练胳膊了 啊倒立的跑 你可得了嘛你别下车了 另外我跟你说我现在我就不运动了啊 我就坐这儿 我这出汗 我看行 我老伴这香身上有味儿 这衣服剑都挨给我袭了 你说你这香香有点味儿能找的呀 啊 那就哪有点味儿 我跟你说过一块句子 那你爱心不信 我爱心不信 我可不跑啊 你要下棋我就拿棋盘 我不跟你跑啊我跟你说啊 那真是 没儿梁老师 您说他老陈说这个什么出汗排毒啊 出汗排什么毒啊 这我都 我没听说过这事儿 我觉得吧应该是像代谢类的那种毒素 因为出汗不也是代谢的一种吗 像我之前我就听我妈说啊 说出汗就是排毒的一种 对有这个说法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排什么毒呢 排水毒 其实这个毒呢 主要指的是排除我们身体里的水 所以这个水 我们身体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说到管水的器官你们能想到是什么 肾 很多人讲都是肾 对吧 有那样的 其实这事儿是这样的 跟大家讲 我要说的不是肾 是肺 你说的不对 跟大家讲啊 俗话说肺为水之上缘 你说的肾是下缘 水之上缘 肺 它在疏通和调节水液的部输啊 运行啊 排泄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宣发 肺的宣发 它要把水液送于全身 怎么叫送于全身呢 外达皮毛 刚才梦珠说的对 排汗也是代谢的一种 排汗的汗排哪去呢 排到皮肤表面 对吧 这叫外达皮毛 肺主要是管什么呢 它管塑降的 什么叫塑降 这个水液向下 向内进行传输 这样才会生成我们的尿液 尿液的源头是肺 但直接的管理者是肾 如果这个肺湿宣降 这是一种兵机的说法 肺湿宣降水液无法外达 它无法外达而无汗 无法下输 则无尿 人就会有水肿 那所以就是说 除了我们身体代谢 能够排出这种多余的水 再有就是出汗了呗 对 出汗是一种形式 出汗那事也挺好 不过我比较好奇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这个 大礼啊 它到底是个什么 能让我们能出汗 其实呢 其实呢 昨天我还和铁锋老师聊过这个事 这样吧 我给大家吟诗一首 大家也猜一猜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 它到底是什么 欢迎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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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 这首诗啊 叫 杏花天 永汤 满江豆蔻 相思味 算却在春风舍底 江青爱语 消残醉 憔悴 文缘并起 庭思记 歌梅颂意 记小色 东城梦里 此台云浅 相播戏 长段 吹阳小诗 很有味道 觉得我这个词 是不是非常符合 您刚才说的那个宝贝 有那个意思 我知道这宝贝什么了 我跟你讲 这绝对是 这个取义名价 人说这个有意味 你又知道什么了 你跟我说 我听完最后几句 我就明白是什么出汗了 就是王正华老师 去小事喝了碗羊汤 上北极流去了 对 发汗嘛 小事羊汤 那跟那蛋有什么关系呢 是呗 人家前面说的那么多 你都不挑 就最后一句小事 那宋代哪有本息小事羊汤啊 是吗 今天这蛋 让是不让莫凡砸开 咱这节目现在 没法正常往下进行 行吗 我现在可以砸了吗 我特别好奇里边 行你砸吧 再不砸我都要砸你了 哎呀 这活可算落我手里了 排毒不吐疼 越不越轻松 来我砸了啊 哎呀 看看这 姜嘛这不就是 对啊 哎呦 哎呦 我天哪 卖这么大关子 早朝这活儿让给孟渡了 真的 人家 孟渡刚才都说了 人家这王老师第一句就说的姜 你非跟最后一句还长个羊汤 哎呀 小事 就是 但是大家也别小看这姜 嗯 对吧 姜能发汗 它能发散 这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知道 为什么要排汗吗 对吧 我说排汗 嗯 嗯 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 嗯 即便他没有做过什么剧烈的运动 嗯 就说他没出过什么很多的汗 嗯 但是你看 他身上也有股很浓的味道 嗯 对 这是什么 而且就老人这样 年轻人不这样 刚出生的小婴儿 他身上出的汗 你闻着都是香的 对 老人不是 为什么 其实这就是沉积在我们身体里的毒素 其实这个毒啊 不是向大家理解的那么吓人 嗯 大狼吃药吧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对 它是我们身体里新陈代谢 它产生的那些对身体没有作用的物质 或者是有害的物质 我们统统把它称为毒 而这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把这个毒排出来 让我们的身体更轻松更健康 嗯 否则 它沉积多了 人体就会有病 在关节里 沉积在关节里 关节就会疼痛 就是所谓的风食病 对吧 哦 沉积在我们的胃液 沉积在我们的肠液里 那我们的人体代谢系统就会有问题 甚至出现水肿 嗯 而且这个肺啊 它主宣降 它引发的水肿又分阴阳 比如说 急症 嗯 突然间出现的这个水肿 是光亮光亮的 小水泡 增亮 嗯 这叫阳液 阴阳的阳 阳液是亮的 嗯 如果是慢性病呢 嗯 老年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累积心脏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下肢的水肿 慢慢出现 慢慢出现 这个时候 它的水肿特点是阴沉的 晦暗的 没有光泽的 嗯 这叫阴液 哦 阴阳之分 嗯 铁房老师可以说是给我们讲的 非常详细了 铁房老师 那您 今天必须给我排排汗 是吧 但是我有个问题 我是想问问您 就我这个鼻头啊 经常的出汗 哦 你看我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 别说 嗯 王老师啊 我还真会 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嗯 这个 鼻头出汗 嗯 不是什么好事啊 那表情距离了 你不 你不 这落差比较大 对 距离了 这个我们身体不同部位出汗 代表着不同的器官出问题了 哦 所以您提的这个问题 非常有价值 因为有这类问题的人真不少 哎呦 不但您好好听 嗯 观众朋友也得跟我们好好学一学 哎 大家都注意了啊 这段时间呢 大家跟着我学做营养菜 我今天就可以给王老师挑一挑 嗯 鼻头出汗 对 这叫什么 肺气虚 嗯 肺气不足 嗯 就特别容易感受寒血 另外就是什么呢 这个人呢 你看你说鼻头出汗 肺气虚啊 嗯 有的人就胸口出汗 哦 前胸出汗 哦 这是心脾两虚 汗为心之夜 心气不足的人 胸口出汗 嗯 嗯 更多的人其实是什么 嗯 后脑手 哎呀 我就有这种症状 是吧 没错 只不过是什么问题 需要大家扫码才能知道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铁峰老师呢 不能完全给大家讲解了 只要您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发送您的问题 铁峰老师就能给您好好看看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又该吃什么样的营养菜了 排毒录录通 越补越轻松 从今天开始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发来您的排毒需求 就可以收到本次排毒周活动的打卡链接 每天跟着节目到链接里进行打卡 八天打卡全部完成的朋友 就能开启幸运转盘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铁峰老师啊 你看今天讲这么多 我现在有点懵 就是出汗的道理是好是不好 他能提出这么个问题 其实他不是出汗不好 而是出汗的第一是位置不对 位置 再有一个就是量的问题 那这就不好了嘛 如果位置也不好量又大 那就不好 其实我们国家呀 很早就已经通过发汗的形式来调理身体了 我说这话的意思知道吧 出汗本身是好的 出多少 在哪出 是有说到的 本草纲目里有这么一句话 说这人体弱繁碳 汗出而静 他指的就是说这人发烧的时候 这个身体表面一摸 灼热烫手 我们可以通过发汗的方式 使毒血随汗外泻 让这个温度降下来 要我说啊 天空老师 您看今天我这么活跃 是不是 我吧一直也想发发汗 您是不是能给我来个什么营养菜 让我今天也发发汗 空调吹的这一天呢 回针头 难受 行 那就给莫凡今天做一道 能够排除体内水毒的 姜丝焖鸡 大家好 我是可欣 今天的这道姜丝焖鸡 由我来为您制作 它用到的主料呢 就是净鸡一只 大家看这边呢 还有很多姜 姜丝焖鸡啊 咱们这个姜的量要大一些 首先我们先将鸡 剁成大小均匀的块状 现在呢 我们将剁好块的这个鸡肉 放到盆中 进行调味 我们将鸡肉内呢 加入料酒 生抽酱油 蚝油 白糖 白糖 盐 鸡精 白胡椒粉 香油 抓拌均匀 拌匀以后呢 我们腌制30分钟 将姜去皮 将去好皮的姜呢 切成粗一点的姜丝 现在起锅点火 下入色拉油 油热以后啊 我们下入姜丝 把姜的味道啊 炒出来之后 下入刚才腌制好的鸡块 连桶汤汁一起倒入 烹入料酒 加入少许的清水 烧开以后 转小火 加盖 焖至30分钟 好 时间呢 差不多了 咱们改成中火 收汁 关火 最后呢 我们撒上一些香葱沫 今天的这道姜丝焖鸡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铁魂老师为大家做的这道姜丝焖鸡 您可以立即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将自己的营养菜 以照片或者视频的方式发给我们 将有机会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中来 更有超多现金红包等着您 如果您也想吃出健康 那么就请跟着我们一起 每天学做一道营养菜 排毒录录录通 越补越轻松 从今天开始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发来您的排毒需求 就可以收到本次排毒周活动的打卡链接 每天跟着节目到链接里进行打卡 八天打卡全部完成的朋友 就能开启幸运转盘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吃出健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还在为每天吃什么而烦恼 您可以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电子菜单 让您吃出营养吃出健康 真的 铁蚊老师 就看完您做这个菜吧 我现在特别想尝一尝 就它的姜味是不是特别浓烈 我不是特别爱吃姜 就是现在我就赶紧就 都熟了完事 我就准备去吃 我现在有这么个冲动 你能不能不要只顾着吃 咱们正事还没干呢 要提醒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打卡活动可别给忘了 我来告诉大家 我们这几天的一个活动 究竟该怎么参与 首先呢 我们在每期的节目里 都会教大家做一杯排骨水 就只要您跟着我们的做法 然后把成品拍照发给我们 那就算您打卡成功了 每打卡一次呢 就会点亮一杯水 等你点亮所有的水 那就能够参与我们的 幸运大转盘活动 这一次的大奖可是好东西啊 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铁蚊老师 今天您这个姜丝焖鸡啊 我就觉得亮点在于姜 对 不过呢 好像这个姜丝焖鸡 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吧 可能就像莫凡说的 有人不爱吃这个姜味 对 他就说不行 但是我想问问正伙老师 相声门讲说学逗畅 对 那你知不知道 我给大家做营养菜 它也有四字句 我说监煮烹炸 应该是这个吧 是吧 您是中医营养师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中医营养师 如果天天讲的都是监煮烹炸 那我不是营养师 我是大厨啊 我是你说 这是大厨门里的事啊 对不对 寒热虚实 寒热虚实 对 寒热虚实 这中医看病呢 它解决问题 必须要看这几个问题 今天给大家讲排汗 排汗就分正形 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 这个比如说 风寒风热 排汗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像风寒 风寒就是像孟主刚才说的那样 一场雨拍着了 在什么样的季节上雨拍了 枯暑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秋凉之际 九十月份 天早晚挺凉 但雨还是很多 突然间让雨把身体浇透了之后 它是含量入体的 这个时候这叫风寒入体 用什么 用生姜 如果是风热呢 风热就不一样了 风热得搭配点凉性的食材 比如说得加点薄荷 你看我们今天这营养菜 首先它通过姜 促进血循环 使全身发热 有助于我们身体排汗 来驱逐体内的风寒 为啥用肌肉啊 姜的发散作用是非常强的 而肌肉是温性的东西 它就能够在我们发散的时候 给你往回拽一拽 它肌肉能温中补脾 意气阳血 不然都散出去了 对不对 手里身体里面啥还没剩下 要不说铁锋老师 怎么是这方面的专家呢 是吧 我们平常老百姓在家做菜 只知道是什么东西好 那就自己做 但却不知道 怎么正确的搭配 这也就导致了 往往是越补越差 专业的事啊 还是需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呢 是给大家排除体内的毒素 我想考考铁锋老师 除了吃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方法 能够排除体内的水毒呢 我想发个言 你想抢答他 其实我觉得吧 您看啊 现在很多老人就是在公园里 做点运动什么的 这算不算也是一个发汗的方式 是吧 你们说的是对的 运动确实是非常重要 生命在于运动 运动是非常重要一环 但是话说回来了 饮食和运动要搭配在一起 就更好了 叫管住嘴 迈开腿 所以一定要多出点汗 但是呢 对于有些人他天生 他就不爱运动 或者是不适合运动 你可以做到汗症 你看我这前段时间感冒了 怎么就一下就好了 现在虽然有点鼻音 但是嗓子都不疼了 就是做了一个汗症 凑近排汗 我们大家平时除了运动之外 也可以按按什么呢 自己的血位 这是中医最擅长的 这些对我们身体都有很大的帮助 我今天可以教大家一个血位 可以按一下 哪个血位 集拳 集拳 集拳在哪呢 在液窝之下 这个地方是人体主要神经和血管的汇聚之所 在格斗这一门里 这是药学 重重激胆 可以让人猝死 说这个位置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的血管 神经 淋巴组织 特别丰富 那么我们按摩这个位置 就能够很好的促进 淋巴组织的血循环 如果按摩好了 它就能够更进一步促进我们身体里 水毒的排泄 这个方法我觉得还特别好 咱们大家的观众朋友们都可以来尝试用一用 简单 对 其实我们今天微友也特别的活跃 我这就有一位微友 他叫做追光人 他说今天铁峰老师 这个姜丝焖鸡 有没有什么需要禁忌的 就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什么都有禁忌 这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讲 这个水毒这些事 没来得及说 正好你问一下这些事 跟大家说一下 很多人习惯吃饭的时候吃点大蒜 下饭 对 对吧 但是鸡肉跟大蒜在一起不合适 为啥呢 大蒜是新热之物 它的主要作用是 下气消补 除风杀毒 这是它的作用 而鸡肉是干酸温补的东西 它们俩在一起功能 有倍 所以不适合把它们俩搞到一起去 你看这鸡肉怎么做都有 你听谁说拿蒜蓉做鸡肉 对吧 对还真没听说 而且鸡肉不能跟菊花搭在一起 菊花和鸡肉碰在一起 真的能中毒 但这个中毒也不是说大狼喝药吧 那个 没那么烈 但是上吐下泻是可以引起的 那这么说 大家以后可要注意了 可不能喝这个菊花茶吃旧鸡腿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不好啊 对对对 混搭也不对啊 是 这个可以告诉大家有一款茶 这刚才 正好老师提到了 拿菊花茶旧鸡腿不合适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茶 能跟着鸡腿一块用 那是什么茶呢 排毒水 这是我们今天的排毒水 哎呀等了这么久 您可终于说了 我听听 到底它是个什么茶 这个茶呢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 那是 您那首词里有 是吗 姜杏茶 杏仁25克生姜10克 加点盐 加点甘草 甘草有5克就可以了 甘草这个东西能喝百药啊 一泡就可以了 基本上一天两次吧 对我们排水毒是有很好的帮助 那么今天铁花老师要教给大家的排毒水 就是这个姜杏茶了 没记住的朋友可以立即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同时还要提醒大家 千万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活动 参与每天的打卡 这样才能得到我们的神秘大力 那么今天的时间有限 今天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